這間隱身田野 已經有四十多年歷史的鞏依宮 裡頭住著一位通靈人 名叫孫永才 孫永才在這裡擔任主神 販輔千歲 王母娘娘 和技工的基身 將近四十年 是全台被公認最資深的技工師傅 一般民間信仰 相信販輔千歲能斬妖除魔 王母娘娘精通福西八卦 而技工則能替百姓治愈疑難雜症 因此每到起跡時 前來問世 尋求協助的信眾 門庭若市 更玄奇的是 技工還曾降價預言 一起駭人聽聞的統事案 這起命案就發生在2008年半月初 新竹琼林一間水電函的老闆 殺害了自己的員工 並計畫棄師 我們找到當時 也在宮廟現場的當事人 他們回憶起這段神預言 依然嘖嘖稱奇 散事的時候呢 就全部弟子有人問世問完以後 那結果呢 技工師傅就用扇子啊 就招那個黃兆鋒啊 他站在旁邊啊 說你來啊 結果技工師傅說喔 六個月後啊 你在這個地方啊 他用扇子在那邊寫一個瓊啦 我就說 欸 宮廟沒有啊 用扇子在桌上寫的 瓊林兩個字 我說啊 師父啊 你搞錯了 瓊林不是我六家派所轄區的 他說用扇子就打我的筒 拍了一下 他說到時候你就知道 回去黃兆鋒也跟我講 大哥啊他今天講那個莫名其妙 你會信嗎 我說有的時候是這樣 你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啊 警方學現一搜 賀蘭發現一個裝滿鹽酸的大水桶 裡頭載附載沉的 竟然就是一個人的屍體 罰網脫灰 武民嫌犯通通被警包逮到 這個案子 發生 到我們所知道 技工師傅的預言 時間將近半年的時間 還沒有發生技工師傅 我們都知道 他畫那個筆 神來指筆畫一個字字 點了五點 等到天亮 我們在現場看了 只要知道 那點五點 第五間房子 那是一個死項 這起統治案的破案時間地點 與技工師傅的預言 竟然不謀而合 警方辦案原本講求科學根據 但是碰到無法用科學解釋的 靈異巧合 就連許多信眾都感到不可思議 技工俗名李修元 逃婚後出家拜佛海會員為師 因為擁有很高的道術修行 能復命教書 遇知天命 常駐百姓 因此被稱為技工活佛 全台大約有五十間技工廟 從北到南都有技工的分離 這位技工師傅的機身是年於六十的孫永才 平常是綁鐵工人 下了班則成了技工的代言人 其實孫永才二十多歲就被神明找上 經常有神明來託夢和附體 只是一開始他壓根不想吃神明飯 青桃年輕人的時間你會怕嗎 像年輕人做小孩的時候 就看得大小孩要怕 他會發這個境給你看 他就... 那不是你睡覺的時候 天不睡覺的時候 發警來聖花 那來聖花 我跟我說我賣了 他說 你後來回家就叫醒了 我說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我以前沒有在身體 要叫我吃神明土 我沒可能 因為我要做人給他賺錢 孫永才越是拒絕 神明反告越靠近 結果竟是不斷遭到神明懲罰 還一度被老闆誤解成生病 大家 heads up 這麼多 一趟人家來自內 小紅鳥王那個山� generally り хлops they were named 但是漢馬來騷擾 他們有請問 我家有很多証似的 爸爸你曾幾十分新九 Coast 我今次沒 twitched 第一天沒 twitched 就沒人出門賺錢了 他們叫你們 原來是其妙的 老闆把我帶去 他們的大鏡他們的 開到鏡去看 就沒邊了 後來什麼原因 讓孫永才心甘情願 為神明服務 公公女娘 把我修斷進行 七月十月修斷 進行把我帶去天上 我說你們什麼事 我不知道 你們搬高威的 像高威山 我沒有要求什麼 我的腳要求說 給我的父親父廟 用我的客廚 一人百十年給他們 結果 我說你們有做給我看 有做給我看 我一定會你們 我沒有 在這之後 孫永才的父親 原本罹患重病 逐漸康復 母親活到高瘦86歲 因為向王母娘娘 許願得到應驗 於是開啟了她 與神同行的人生 當神明或是公廟的神明 有意識降價通知 我們祥之間的人 他可以透過這個 可以與神溝通的 這個所謂的機身 或者是說有這樣能力的人 來佈答說神界的 一樣的一個訊息 他可以跟太上道主溝通 或是觀音菩薩太子爺 激公師父等等 來傳達這個神明想要佈答的意思 台灣民間信仰中 雞同扮演神人的溝通媒介 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但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神明要附在一個人的身體上面 他們兩個之間的頻率 是要有一定的聯繫的 對 它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抓得到的 對 那這個聯繫其實不太容易對的 對頻不一定容易對得上的 而且如果對得上以後 他們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磨合 對 訓練 那第二個是 如果他長期要用這個機身的話 他必須要取得他的祖先的同意 譬如說如果我確定要長期用你 我就需要去跟你的祖先商量 你這個小孩子是不是要讓給我 所以他們還要下到地府 去跟祖先商量一下 對 那在人類學裡面已經寫出來 這個就是 就是等於是把兒子過渡給神明 當金子 對於神靈藉由人體肉身來傳達訊息 預言神機的真實性 研究靈界宇宙超過半世紀的原因中 認為這並非迷信 而是一門嚴肅的科學 其實靈體 我們其實是用靈魂靈體來講 其實在整個宇宙當中 我習慣用宇宙高緯的生命體 因為有很多緯度比我們高的生命嘛 那他可以通過這一個肉體 來傳達他所想要講的 這個叫婦靈說話嘛 不是這個通靈人 他自己在那邊想要講什麼 他那個時候其實是 肉體借給那個高嶺也進來了 表示這個身體呢 這個肉體有兩個嶺 一個是他自己的 一個是那個外來的 然後他藉由他來講話 這個其實在台灣的宮廟 有很多人都會啊 把身體借給神嶺的神選之人 並非人人都能做到 要成為正統基童 首先得經歷一連串的磨練修行 稱之為神佛授法 神佛授法 要用大家講就是講心面膽工夫 很多人他跟神佛有打交道的經驗 那神佛會教給他們很多各種各樣的 三一命補相的這種功夫 那個很多即將失傳的這種 民俗的知識啦 文化的知識啦 傳統的知識啦 一直已經快要消失了 沒有人會了 可是其實對我們當代的社會 還滿有用的 奇怪這些他神佛他們會教呢 會選一些人然後特別來教他們 通靈現象既真實又虛幻 儘管怪異神秘且沒有客觀證據 但是所謂的神機顯靈 卻又歷歷在目 在現代社會來說 這是一個禁忌的話題 在公領域裡面 大家私領域都在做 可是公領域不會拿出來 我會選擇